今天去吃一个火锅菜 这个就是火锅菜 看起来像冒菜 像麻烫 像干锅 但是人家就叫火锅菜 看起来还不错 外观还不错 这个碗好像就被烧焦了一样 这个丸子吃的还是不错的 味道还可以 豆皮 还有花菜 花菜也不错 吃起来还是很面的 很劲道 感觉最好吃的就是腊肠 这种腊肠吃起来的味道 味道很不错 它也不面 有很有嚼劲的一种腊肠 这才真正的腊肠 不像火锅菜那么面 当然火锅还少不了 蜂蜜面 蜂蜜面 也煮的不是那么 煮到不那么久 它应该是菜快煮好了 煮到最后再上方便面 这样的话好吃一点 腊肠 我叫的腊肠比较多一点 比较喜欢吃腊肠 还有这个鸡翅 鸡翅 蜂蜜面 是火锅的灵魂 也是 也是马上的灵魂 这家店还是比较远的 坐车将近两个小时到这个地方 也是和别人分享的 分享的确实不错 好啊 这是猪皮 辣肠 辣肠 这种火的汤没有辣肠好吃一点 这种火的汤 像面 像面 像面一样 还有沫 有几个 蔬菜 牛麦菜 这么一大盘菜 一共花了是34元 吃的饱饱的